六月畢業旺季即將到來 今年最早舉辦弊典的學校 就在屏東墾丁國小 昨天潛水畢業典禮登場 十九名的畢業生跟著潛水教練 還有老師 一起潛到了水下五米深的海域 拍下畢業照 也留下難忘回憶 藍色大海裡不少潛水客 自由自在遊者 一隻超大牛港生也來錯熱鬧 但其實這些潛水訪客 有十九位是小學生 而這天是他們的大日子 對著鏡頭畢業 手中拿著畢業證書 由在第一排的學生 開心舉著黃色畢業布條 一起留下難忘回憶 很開心 很激動 這是我的第一次潛水 也是第一次跟牛港生有 這麼近的距離 重視海洋教育的屏東墾丁國小 為了讓孩子結合海洋生態 特別舉行潛水畢業典禮 跟著潛水教練和老師 一起潛到水下五米沙地區 拍畢業照 同時體驗豐富的海洋生態 而這也是第五屆潛水畢業典禮 學生們得從一年級開始培訓 適應水性 一直到六年級才能正式訓練潛水技能 以前都是在游泳池裡面 就是自己背著瓶子 它走下去水裡面 但是有教練帶 有比較安全 我長大也想去考潛水的執照 我們從一年級開始 就小朋友去做一個親海 愛海的一個活動 五年級做衝浪課程 六年級就是最難度最高的 就是潛水課程 目前學校有十三位小朋友 已經拿到這個潛水證照 不只學生得從一年級開始培訓 就連學校班導師主任也得考取證照 一起潛到海洋拍畢業照 而這讀書一格的學校傳統 也成了孩子們最驕傲的時刻 記者蘇世維評論報導